这段时间我们搜集到很多宝妈在有孩子前和有孩子后的比照照,看到后忍不住惊叹做妈妈的无私,为了本人的宝宝,他们手气了不少。 如今,我们一同来看看,宝妈带孩子,前和带孩子后的反差吧? 这个是我妈,哈哈哈哈,带孩子的生活苦不堪言,没有时间化妆,敷面膜,精心搭配衣服,幸亏如今都能努力做到了。 带娃进来玩,一定要美美的呀,看看有啥区别,哈哈,做个头发,化个妆,就美观啦,有没有觉得在家十分都不敢照镜子? 世界那么大,飘飘亮亮的进来看看,孩子都长大了,天上丽痴男子气,哈哈,生,带孩子的十分总是回头土脸呢。 十一,这个反差就像换了个人一样,十二,妈妈有妈妈的滋味,仍然是美观的呢? 十三,突一是月子的十分,突二孩子曾经两岁罢了,看两个时期的照片,其实怀孕期间没有变胖,但是就莫名其妙变黑了很多。 特别是月子期间,几乎是又黑又黄,还透着一股菜色,倡议各位宝妈,多喝糖多顿肉,补充营养,吃好了,身体自然好,人就会变漂亮了。 十四,在家能够几件不洗头,出外一定要化妆,差点都不认识本人了,带孩子的十分粗糙一点都不介意,外出的十分一定要好好包装本人,不然都差点会忘了本人,其实是这么美的,哈哈,这是我吗?这是我吗?这真的是我啦? 每个妈妈也曾是漂亮女孩,爱美至心皆有之,生孩子后看着本人渐渐走了养,化妆品不能容,漂亮衣服难以穿,为了好好照顾孩子,辞掉工作,做起全职妈妈,全都是巨大的漂亮妈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